我想问一下张哲瀚你对于今天晚上的比赛有什么期待 比赛有什么期待 可以和这么多优秀的艺人在一起打球 然后还能见到NBA的传奇的球星 Fsen啊 Pierce还有Lay Allen 就觉得很开心很兴奋 那今天有很多本司好像特意去买了红色的衣服和裙子来给你应援嘛 你有没有感觉更有压力 然后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我觉得不是压力吧 我觉得是他们会给我很好的动力 感觉有人支持我 有人在替我呐喊 我觉得这是我 就是曾经就是说 以前打球就有这种想法 就是有人看啊 然后有人为你呐喊 有人高喊你的名字 你就浑身就是那个线上素 就是激增的那种感觉 那为了今晚的比赛有做过什么专门的训练吗 有啊 就是有在就是工作之余 就是说进行一些打球的训练啊 然后那些体能什么的 嗯 那然后就是跟中间的队伍有过磨合吗 觉得大家磨合的怎么样 说实话跟我打过球的 除了凡凡啊 嗯 就跟我打过球的 我比较熟的都在对面 都在对面 我这边 除了我跟凡凡上次打过球以外 就是其他的我都没打过球 对面的我 大部分都和我打个苏星啊 不过我们队赢了 凡凡应该就MVP 然后我说 今年我说不管怎么样 我们一定要赢 我说因为我看到蓝队他们 一直有在训练磨合什么的 这些氛围都挺好的 我说今年我们红队 比较加油 比较赢 那你去年因为也有参加 其他篮球迷人赛 你觉得今年跟去年的状态 相比有什么不同啊 因为去年是就是说 感觉像是临危寿命一样 就是很突然啊 可能就平时也打球 但是就是说 突然就得到这个消息去打 就很开心很兴奋 今年是很早就接到邀请 然后呢 所以会准备的时间会充分一些 那你预测今天能打几 那能打几分 然后有瑞斯基拿MVP 我想的是应该要拿20分以上吧 MVP尽力吧 尽力 你觉得自己在球场上 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就然后会给自己的球迹 打多少分 球场上的优势 可能是速度比较快 然后中距离投篮还挺准的 打几分 七八分吧 那看你之前有晒过一个展示弹跳力的视频吗 感觉挺厉害的 就有测过自己的弹跳和摸高 最好成绩大概是多少吗 应该在3米2最高的话 如果摸高最高 可能在3米2的样子 3米1 5 3米2 那然后今天你们的红队是有皮尔斯做这吗 之前你有看过他的比赛吗 然后这次跟他一起合作感觉怎么样 怎么说呢 真的就是他也是刚退役的球星嘛 就应该是说我我这代人就是一直看他球打赛 我真的是也很欣赏就是皮尔斯 很喜欢像阿伦我都很喜欢 就是他们在赛场上都是那种 他们两个感觉有点就是 相似的地方就是都很冷血 就是到了比赛最关键的时刻 像阿伦和皮尔斯都是最后的关键时刻 就感觉把球交给他 他能够进 皮尔斯也是 就是哇 就看过他们很多绝杀的比赛 就觉得他们真的很棒 特别皮大爷就是那种 感觉就是说你感觉他可能不是很快 速度也不是很快 也不是说那种爆发型的 但是他打球就充满热血 然后也能进球 就是有种 就是他打到后期的时候 就有一种那种球场老大爷的风格 就是你觉得他不是很新 但你就是防不住他 就那种感觉 那你自己最喜欢的NBA居心是谁的 我喜欢韦德 因为我刚开始接触篮球 爱上篮球的时候 就是他最辉煌最鼎盛的时候 那时候看他打球就觉得 哇怎么可以这么厉害 那我就会去球场上 就去模仿他的动作 然后模仿他的那种技术动作 那你对于这次的比赛 有多少把握你们队能赢 多少把握 这个真不知道 五五开吧 我觉得 那如果赢了会有个粉丝 放点什么福利吗 这个还没有想好赢了再说吧 会有吗 蛤 会有吗 那然后看你的微博感觉 每天不是在拍四周在打篮球 是不是连欣欣欣姐都在打球 对没人过节嘛 就和就我之前 我记得有个朋友发了一个 发了一件T恤给我 下面就是 Basketball is my girlfriend 她说这个就是你 我说对 我说对没错就是我 那你觉得篮球又 带给你最爱的收获是什么呢 我之前还看过一张图 就是说 工作不开心啦 生活不顺心啦 然后遇到什么困难啦 或者怎么样啦 然后就所有的镜头 可以去吃饭去干嘛 去干嘛去玩 然后所有的镜头 就只剩一个打篮球 就我觉得觉得 只要就是我有什么 不开心的事情 或者生活有什么压力 或者有什么负能量 给我 很难受的时候 只要让我去打一场球 然后我就会 恢复好状态 我觉得 那刚刚聊的都是关于 篮球特别积极的东西 有没有因为赤蜜打篮球 悟过什么大事呢 赤蜜打篮球 悟过什么大事 就可能有的时候 就是可能打了打 忘了时间可能会迟到吧 那然后平时大多数时间 是在片场拍戏 那跟剧组会跟哪些小伙伴 在剧组会跟小伙伴 一起找地方打球吗 一般去哪里打 会 如果在剧组的话 首先我师傅 就是我 我给我开车 师傅都已经 就是很了解我了 到哪个地方 首先 看一下周围 有没有打球的地方 然后我们 我们家师傅就是说 他不会打球 然后最近几个月 就已经被我训练的 就是可以像个 就是陪训师一样 就是说 可以给我传球啊 然后做一些什么东西 他都已经 就慢慢喜欢运动 慢慢喜欢篮球 我觉得这就是 带来给人带来的一种改变 那你在圈内 有些什么固定的球友吗 圈内固定的球友 反正 恒电是最容易找到 就是打球球尾的地方 就是 我们大部分 就是在恒电拍戏 都会在 大家在一起打球 那然后 你会不会有时候 一时兴起 在接跟跟路人 就直接过招 路人 就是说 来一下场 我经常 其实我经常去 就是外面的野 野场 跟不认识的人打球 经常 我记得我在 刚去恒电拍戏的时候 当时也是新人了 就打到 就是说 那个场 就是整个就是恒电 就是那帮打球的人 就是已经就全认识我了 就都知道我 我打球的 不是 我是打球 是不认识的 都知道我 我经常会去打球 就是 外场嘛 因为人流量很多 大家都是 各自都是不认识的人组嘛 然后这一次去苏州拍戏也是 大家也都不认识我 然后我记得 最搞笑的是什么呢 我一开始上去打球 我说加一个 我不认识嘛 然后他们都是认识的人嘛 我就抱着球在旁边 打了半天 打了半天 突然有一个人 小拇指 就是摔断了 就那天打得非常激烈 就断了 然后我看了看 然后他们就扶着 就就去 就就常常休息 后来给他们弄了一下 好了嘛 因为可能经常受伤 什么的 那我就在旁边 我就很期待的 我说 就是 也加我吧 就是让我加了 正好他下场 然后我上 然后就再起打 然后好 人家就是让我上了 打了以后 人家问我 他说 他说你是不是 什么网红 我说 网红 我说为什么 我是网红 他说 看你长得这么清秀啊 就是 文文静静的又白 他说你肯定是个 什么网红 什么之类的 我说 我说我不是网红 我说 哎呀 没想到 一开始以为你 就是说 就长得很清秀 我以为打球 肯定也是软软绵绵的那种 他说 没想到打球 起来这么凶悍 我上了 上了场 就是 就感觉变身了一样 然后就 然后那个 那个小孩 就可能也很小 就95后吧 就一直在问我 他说 你到底是不是 什么网红 或者是什么 什么什么的 然后就 后来我就一直去 去打球 然后 那时候正好是在 就是NBA的 那个 纪乎赛 总决赛的时候 后来他就有 看到我去直播了 看到我去 那个 有那个名人赛的 那个宣传片出现 然后他们就知道 我是谁了 然后还 还说 要来看 这个球赛 什么的 那 然后现在都说 你是90后男神 国民青春的男子 如果十分满分的话 你给自己的 颜值达到两分 七八分吧 扣掉两分在哪 扣掉两分啊 扣掉两分应该问我妈 没有给我生的就是那种 就是 叫什么 绝世美严 然后听说你有运动机器 记录创造者 戏风子 舞蹈机器 中华曲部等 错号 你自己最喜欢哪一个 嗯 在你 运动机器 记录创造者 戏风子 舞蹈机器 中华曲库 嗯 我觉得有几个还不错 什么记录创造者 戏风子 中华曲部 这几个不错 嗯 好 那然后你最近也在拍云西传 然后是跟追剑一组CP嘛 然后你们在片场的相处模式怎么样 经常会互相调侃吗 会啊 就是她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像小朋友一样的女孩子 然后就是需要别人照顾她 嗯 然后需要被呵护的 然后现在她她现在就是我们会有对朋友圈留言嘛 就是她看到我来参加比赛 就会给我留了一条言 她说 嗯 她说 她现在 现在就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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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两个一起演戏抱在一块 就可能有比较那个 就稍微接触 近距接触的心嘛 她说 有爸爸跟女儿的感觉 那我说 对 我说 我也有这种感觉 就在戏里可能也是就是说 比较照顾她 然后就是给她 就是说 虽然平时很严肃 就像父亲 平时很严肃 但是就是关键时刻 比较温暖的那种感觉 然后她可能觉得叫爸爸也不好意思 她就老叫我妈妈 然后她说 就在这下面留言 她说 妈妈你加油 然后我又说 女儿你在剧组好好照顾自己 就这样 我觉得你年纪也不大 然后被这样 你会不会很崩溃 我觉得这是用相处方式嘛 我觉得挺好 我觉得还挺好的 就是 就是 就是她确实就像个小姑娘的 她可能比她实际年龄 年龄还要就是说 更小一点 我是觉得 那你俩谁的笑点更低 她的笑点比较低 就她在现场真的是 一控制不住就要笑 然后就一直笑 就停不下来 然后据说 你自从当人秦王 驼背都治好了 这是个什么 就是 因为秦王嘛 他是一个非常的冷峻 然后非常严肃很冷酷的一个人 如果这样的一个人 是一个勾着背 然后很无精打采的 他就肯定是表现不出 他那个气质和他的那个气魄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就是 我真的是 就一砍三二一 我说 莫尼尔 我是秦王 我是龙飞 龙飞 然后我就 就一定是 都 我觉得 就是 可能我觉得就是 对我来说有点别扭 但是可能观众看起来 会有一些改变 就跟我平时的我 或者就是 以前的角色会不一样 就是真的 我要 感觉是下巴 要靠到胸上那种感觉 就我要 我就要注意 我的下巴要顶到我的胸 然后说话就要这样 就每次 然后肩要往后斩 下巴靠到胸 就这个感觉 就每次说话 那然后你之前也有 因为运动优势 参加过中韩梦之队 急速前进来 把冠军这些竞技类的节目嘛 接下去还有什么 想尝试的真理修和综艺吗 接下来我就想 特别想参加 当然这几个节目 我都特别喜欢 都想继续参加 当然有个 还没有去参加过的 就是真正男子汉 我特别想去体验一下 因为我也很热血 我之前就是说 没有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在读书啊 因为我有很好的朋友 是部队里的 我都和他商量 我说我们要不要去 尝试一下部队的生活 特种兵的部队生活 就是可以去尝试 但因为一直没有时间 就是工作太忙了 没有机会尝试 我觉得 如果去参加这个真人秀 可以让我感受一下 我觉得 就是说很多 我身边有朋友当过兵 回来以后 就完全是变了一个人 就是说可能是很胖的 或者是 很肉文 是漫不经心的 或者怎么样的人 但是他进入到部队里 他出来以后 就是完全是一个 另外一个人一样 就整个人很精神 很挺拔 然后气质都完全改变了 我觉得这是部队 一种魅力吧 给人一种严谨和守时 一种纪律性的那种表现 我觉得 我真的很喜欢 而且部队出来的人 都非常好 大家都非常好 好 大家就这些论词 谢谢 谢谢 谢谢